海魁一号创新采用大船背小船和小船拖大船相结合的运输方式 首先将它像货物一样装到大型半潜运输船上 运输至广东某地后进行分离卸船 最后通过大马力拖轮将海魁一号牵引至流花油艇进行回机安装 海魁一号预计今年下半年同海机二号平台一起服务我国第一个深水油田 流花11-1油田区推动一吨级老油田换发新生机